投资人对全球的经济表现担忧 加上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换散 上周市场避险的情绪升温 部分美国的数据令市场失望 包括了9月份的零售销售转弱 较上月下跌0.3% 跌幅大于市场的预期 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下跌0.1% 显示通货膨胀不升反跌 美国姓路易斯联邦准备银行总裁 布莱德表示联准会有必要延长买债的计划 市场预期联准会货会延迟升息 美元指数回档至85附近 非美货币小哭的喊谈 零半对美元一度大跌至1.5875 决定11个月的低点 9月份英国通膨降至5年低位的1.2% 低于8月份的1.5% 市场担忧英国央行可能延后升息的时间 不过英国经济优于欧元区的经济 且房价仍然处于高点 因此目前预测英国央行升息方向未变 预测本周英镑对美元可能在1.58至1.62% 这个波幅里面上下 中国9月份外货数据改善 出口较去年同期成长15.3% 创19个月的高点 进口成长也从负值升至7% 加上人民币升登贷款 回升至8571 表现出政府稳定经济的政策 中国第三季度的GDP增长回落至7.3% 但符合预期 人民币会价在数据公布后 回升至6.1195的7个月高点 受惠于中国经济数据改善 以及红前蓝乳饼 购卖定价回升 纽币对美元在过去数月经济大跌后 开始回稳 与0.78以上区域财富的徘徊 但纽币疲务的走势未变 主要因为纽西兰中央银行暂停信息 且持续干预纽币的强势 本周关注纽西兰的通货膨胀 以及外购的数据 而纽币对美元会价 可能在0.7750至0.8050波幅之间波动 中国第18期的四冬全会 一年四天在北京召开 主题为依法治国 本周美国、澳洲、纽西兰、德国 将公布通膨的数据 周四、欧元区、日本、中国、美国等 公布制造业的采购经员指数出值 本周期人的平台 第一个明星,二十多都 第二个明星 kenn wound 第一个明星 第一个明星 最大的明星 第一个明星 明星 感谢观看